如今孩子走失,孩子家人报警,公安部团员系统立刻会把信息通过各个媒体传播开。 在各路媒体寻人功能助力和监控等科技手段协作下, 拐卖妇女儿童新发案件多数都能被快速侦破,新发案件也相对较少。 全国人大代表宝贝回家志愿者协会理事长张宝燕接受中心社记者采访时表示, 现在的难点在于,以前丢失的孩子过去了几十年, 信息量寥寥无几,案件侦办难度较大, 妇女儿童被拐时间越长,伤害越大,建议对人贩子终身追责。 人贩子拐了孩子,这个孩子就说很小,他是不知道怎么去找家的, 他想找家的时候,找到家的时候,知道人贩子已经若干年以后了, 这个时候可能就过了诉讼时效,但是实际上拐卖妇女儿童时间越长, 对这种家庭的伤害越大,所以我们不能因为时间长短, 让这个人贩子逍遥法外,对这个人贩子终身追责, 这个事情我感觉其实还是应该可以继续推动的。 源于数年前经历一次孩子走失,张宝燕切身体会到一个家庭失去孩子的痛苦。 2007年,他创建了宝贝回家寻子网,以QQ群为联系方式, 志愿者通过聊天,帮助被拐人员,启发被拐前对家的记忆, 通过环境描述、方言等信息,锁定被拐前的大致区域, 从而通过网络论坛发布寻家、寻子等信息,进行有针对性的寻找。 我们就是第一年就找了十个,第二年找十六个, 以后就逐年越来越多,宝贝回家,三十多万志愿者做的努力, 到现在为止,我们已经找到了3334个走失和被拐的孩子。 拐卖妇女儿童如同超越谋杀的罪,张宝燕表示, 一个家庭失去了自己的孩子,宛如陷入了万劫不复的境地, 没有了阳光,没有了欢乐,父母如同心头肉被人挖走, 因此他希望加大对人贩子量刑的提案能得到推动。 我感觉就是说对这个拐卖妇女儿童犯罪, 还是要加大量刑力度,就是去年我提的提案, 应该参照绑架罪,最低十年起刑,最高直至死刑, 我也希望这个事情我们能继续推动下去。 张宝燕提醒家长,一旦发现孩子脱离了视线, 有可能走失或者被拐,马上要报警。 时间越快越好,千万别错失黄金寻找时机, 不要让孩子真的越来越离家越远。 假如孩子真被人贩子拐走,家长也别气馁, 不放弃就有希望,丢失的孩子一定会回家。 不要放弃,只要是你到宝贝回家登记, 我们会协调你上警方柴雪入库, 我们会在我们数万份资料里去分析对比, 我们去帮你分析,去排查,去走访, 不放弃就有希望,丢失的孩子一定会回家。